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我们继续给大家玩这种朋友排位上分的游戏视频啊 今天用的这个是起来电竞腾心助手啊直播助手的录制的啊 因为那个录平大师录的时候准会出现断啊 就是有时候没录到啊他会自己软件闪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法师镜的还是这个四个法师露娜 诸葛亮 然后高剑梨还有杠匠 这一波的话我选的是那个鬼骨子啊 因为这边鬼骨子还没被进 这三个赛季啊S7赛季这个四个法师就是经常被进啊 干匠其实不用进都可以的 因为现在干匠被削的很多人都不想用 那这边杨锦说 杨锦说ADC没输出 没输出 这个后裔还叫笨小孩 刚开始以为他还真是个笨小孩啊 然后我问一下要不要缓蓝 然后队友好像没缓硬 那应该是说不用缓 应该是守蓝 然后就这样直接开始了 开始了之后前几分钟我们都在发育啊 我们到这个两分多猪左右 然后看他下路后裔我去准备去下路支援一下后裔 小短腿哦 我给他买的都是急昏之靴 跑得快 买到黄瓜 冲过去 标记一下 开二技能 其实鬼骨子就是快靠近的时候可以开二技能 瞬间可以把他把东西吸过来 那一瞬间 他们跑都跑不了 这边有个蓝铃王 赶紧跑 刚才二技能把他吸过来是吧 让他跑都跑不了 刚才一开点被他把东西刷 嘴巴太远了 因为刚才有感叹号 看见我们几个人都在 所以他才没敢冲进来 那后续 还是跑掉了 其实鬼骨子也是蛮不错的 这时候好像后裔 暂时好像还没有起色 不过后期后裔确实挺猛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然后 这边是横木兰 又是兰丽娃 两个人把我给夹死了 我也被拒了 看上了什么两个家伙 我以为就一个那个花木兰 突然蓝铃王一下子 瞬间突然跑都跑不了 这边我又下来了 又和后裔了 开个一技能再 开个二技能 冲过去把他把花木兰拉回来 赶紧路 赶紧路后裔要死了 这边抢了个人头 也是和后裔去 还是说后裔已经 拿到那个MVT标志了 然后自己打后裔我感觉都是很难过很难打 然后后裔的话赢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因为现在运行好多都能针对后裔啊 特别像这个蓝铃王 然后这一步好像对面也没有人选阿柯 如果是阿柯的话可能伤害更高 蓝铃王现在感觉没有阿柯好运 这是我的日活感觉 前期这边杨简啊 是说应该是说我玩韩信 挑不起了 他没死了 然后他说不要去他上路 影响他发育啊 看我们这个后裔设的庭院啊 这边张蓝把他控制住 把花木兰控制住之后 后裔一个大 我们的小短腿 我这边准备直接拆塔 毕竟我们的拆塔游戏 然后这边想拆拆没拆成功 蓝铃王就追紧追我 这样一不小心被他抓了 被他逮住就基本跑不掉 他居然还知道我躲在草丛里面啊 这样先往草丛飙了个二技能 服务器 然后一个小短腿快速跑跑跑跑 又碰到花木兰 差点又被他们两个加死 还好我闪得快 一技能隐身 直接先跑一次 然后再回过去 准备开一个大招 让队友 你等圣剑隐身吧 圣剑隐身之后 对方就基本找不到女人了 看着女孩 看着都不知道找谁打 是吧 自己就画 站在自己画的圈圈里面 画面直接被我们打闷了 其实这个感觉现在那个孙病啊 孙病那个处中 要是技能改回原来的话 可能还会一直处理 但是他不用我们改 现在的生命不太 因为不太很习惯 没有以前那个生命 所以就把他们两个加过来 带走 虽然那时候轮头没有强大 但是我也助攻是有的 就是配合后翼啊 那个马可 马可不过一直导致我 我这个都不敢往前冲 好 马可太灵活 那回城 回城 继续冲上去 看着蓝眼王想对我很后裔 蓝眼王好 就是没有那个阿克是吧 阿克直接杀人助攻 一下子瞬间 瞬间技能全部刷清 再开个大刀 直接都跑掉就可以 然后主要我们这边有两个空啊 钢链也是空 我有 也在空 我还在 抓我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波差点要少 这一波我是拿到一些对手 残血啊 那我被人在中路直接回城 回城之后又赶上去支援队友 现在就有这个小龙空 你也看到蓝眼王 就说蓝眼王没有多少血 抢个人头 如果是阿克的话 可能应该是会跑得掉吧 不一定啊 只要被蓝蓝控制住 就是想跑也是很难 这边有地上一个李白 小白也是好可怜 对面的小白 这边如果 如果有队友资源的话 那个马可肯定咋就死了 对面 其实这个 S8赛季开局的第一天 我就运这个 虎骨子打那个牌尾 是首先赢了一局 现在应该来说是 三战两胜吧 我的手机卡 还是可以的 一个不错的助攻 这有稍微得力一些 这边差点把我后遇解决了 过来支援一下 拿到一个助攻力 把我准备清理一下冰线 一刀再上去 这个可以看到我方后遇啊 这边一个远距离射 把对方的方法是 蓝蓝蓝蓝蓝 如果对方蓝蓝蓝蓝蓝一定要秒杀 刚才一个大剑 没看到 气劲的观众可以回换一下 秒我 问过我先 这边是扬警了 提后一说话 其实我们这一局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落后 现在后面慢慢的都跟上来了 这时候看到应该有个 蓝丽王的标志赶紧跑 我觉得还有大招还没出来 要等一下 这时候我看着韩信受苦了 有那个生病的 那个一定的 赶紧开引申 大家跑引申掉之后 应该同样都抓不到我们 这边后裕被终结了 被方木兰终结了 但是还在继续是吧 双方阵容还有队友 我就这边差点要死了 李白把我抓住了 把我打死了 我刚才不小心 出了他的圈圈 破了破甲了一下 你家狗被我杀了 这应该是方木兰说 后裕被他杀了是吧 就像说那狗太坑了 对面太不像话 这时候准备去打左仔 因为对面的塔也缺得差不多 这时候好像队友应该是抢到了 被我方后裕抢到了龙 还不错啊 如果这波龙没抢到 可能赢的希望还不是 没有那么快 有龙在啊 打他就容易 这边方木兰斯卡住了 还怎么逼 啥啥就站在那里 给我们有机可蹭 哇这次我差点就要死了 还好队友支援提死了 然后这边 然后另外还想抓我 队友一起上 最后就剩对方 又剩一个马可 我觉得就等长姐跟他拼了 也要也要撸走他 拉回来 是吧 不让他跑了 这下子对方团灭 团灭之后 然后我们把兵线带上去 胜利就在眼前 终于是又赢了一几 对方直接投降 这一天 还要骂他们 鄙视他们的影响是吧 对 分析要出货了 可能会断死 这一波是赢了 然后我终于上了三颗星 两 赚二三星 到现在打了半天 赛S8赛点 还是一直上不去 可惜了 然后今天下午又打了两把 这是晚上打的 然后下午又打了两把之后 唉 还是都是输 所以说最后又回到一心 好像说这个牌位真心难打 下午呢 有的时候队友不是很给力啊 第一把是文昭君 文昭君那个 等一下后面没动入多少人 第二把是队友全过来开始 可能输得会很惨 好 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去跟伟格运输 观众微信公众号 伟格运输 这是第一把的 今天下午打的第一把牌位啊 第二把牌位 输得特别惨 我也是无语了 队友已经没有信心了 第二把主要是那个菜文鸡 他原先说不会用啊 然后直接抢了菜文鸡 然后又跟貂蝉放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直接输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抢菜文鸡 那个点 石头 上 辑 藍 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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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辑辑辑 感谢观看